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直播分享的車種別 沒有在直播上跟大家分享過 今天要直播分享的是 三菱的Lancer Sportback 這台的底盤呢其實基本上的架構 是跟Fortys是一樣的 那只是他變成了HVAC先輩的版本 然後這一台呢就變成是日本原裝進口了 所以他的避震器呢其實跟Fortys是都一模一樣的 但連後面歪斜的狀況呢也都差不多一樣 這一台的剛剛拆下來的左後歪斜的還蠻嚴重的 你看上座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避震器的部分 後面的避震器拆裝呢 比四門的版本呢還要來的繁瑣一些 因為他的內裝呢就變成先輩版本 所以這裡的四版呢就整個蓋住的 如果是四門的版本呢 稍微把這個掀開一下呢就能拆得到避震器 而且能夠用一個延長的那個調整感呢 在上面這裡做出你的調整 那Sportback的先輩版本呢這裡呢就都沒有辦法做預留孔 所以在主門調整上呢就會稍微稍微比較不方便一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呢就跟一般的版本 就Fortys就都一樣 那這一台呢有一個地方比較特別的 就是車子的輪胎改裝規格呢比較特殊一點 215 5517這個規格呢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呢就跟一般的四門的Fortys呢 是都一模一樣的齁 這一顆引擎也是1.8的引擎 那組裝的話呢就等於是日本進口組裝的 來這裡的話呢是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跟Fortys都一模一樣齁 把這裡掀開之後呢來我們家的上座就在這裡 阻尼的調整呢也很方便 把這個蓋子呢把它打開之後 就能從上面呢做軟硬阻尼的調整齁 那順時針我把這個掀開齁 順時針呢這樣就是變硬 逆時針這樣就是變軟 KT的大陸版齁 經濟版呢都有阻尼有30段的可以調整 所以阻尼的調整呢就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這個是KT所附的強化上座 我們不用再把原來的上座把它拆下來齁 我們就有附上座了 所以技師呢在拆裝的時候特別特別的很容易 然後如果像剛剛的Fortys的後面齁上座啊 萬一有歪斜的狀況有壞掉呢 也不用擔心 反正我們都有附一個整個上座的裝成 那我們本身自己呢就是製造的工廠齁 那工廠的優勢在哪裡 萬一啊用了五年六年之後啊 這個避震器的軸層壞掉了 我們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做太壞 那說到軸層呢 這個的裡面的強化上座的軸層 我們所使用的軸層的品牌 就是日本最知名的頭用的軸層的品牌 所以這個零件的選擇上面齁 都是我們的選擇的用料都用的比較好一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避震器的部分齁 Police的離載串呢 這個是原廠離載串 這是固定的鎖點齁 這個都是跟原廠一樣的相對的位置齁 跟鎖點就不用再換離載串 然後這裡有一個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固定架 Police的比較特別 他是用一個架子呢 然後他整個油管固定架 跟ABS感應線呢 都是固定在這個架子上面 所以只要靠這顆螺絲齁 就可以把這整個固定架呢 做一個固定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呢 KD的所有這些零件呢 都有符合安全的規範 都是可以比照原廠的位置來做鎖步 這個高低可調的部分齁 還有彈滑的部分的話 現在先為大家做介紹一下 高低可調的部分齁 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我們並不是靠彈滑的預載來改變車高 是靠腳管的相對的位置高低呢 來改變車高 所以調高跟調低呢 他整個的彈滑呢 是不用再做預載的動作 所以不論是車高的高 或者是低啊 他的乘坐感覺的話 就不會落差太多齁 從這個地方鬆開之後 往下調車高就變高 往上調呢 車高就變低 那今天的話 因為原來車主的輪胎規格 2155-17的比原廠的外徑還要大齁 那所以剛剛的這裡的輪胎上遠到 到葉子板的距離 原廠齁 原廠就已經縮小到大概兩指兩指半左右 所以今天的這一台的車高呢 其實呢 並沒有要降車高 也就是說車高會維持跟原來 剛剛來的時候 一模一樣的車高 這個是後面比較特別的線條部分 跟一般的四門的版本呢 比較不一樣 那後面的部分齁 這個後面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跟一般的四門版本也是都一樣 只有差點內板件的不同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已經有一點點歪斜的上座 就是這個上座 我們都有附上座 都有附上座 所以這一條彈簧呢 就是專用的規格 這條彈簧呢 在副題詞 不論是Settin 或者是Sportback的版本齁 我們所附的彈簧呢 都是配置5公斤 前面的話呢 是配置7公斤 這台Sportback齁 跟EU的版本一樣 它一樣有 有防輕感 防輕感 EU的版本 才有防輕感 其他的版本的話 就看選配 這個部分的話 這裡 這裡是一個 楊角 這台車呢 並沒有要降車高 那如果 車主的話呢 以後 這台車 有要降車高的話 或者是車友們 Fortis 甚至是前一代的 01到07年的Lancer 如果有要降車高的話 那這一支的調整器 這一支算是上楊角 原廠的話 楊角並沒有辦法做調整 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呢 它原廠的角度 CAMBER就會變得 幅度比較大一點 就有可能會造成輪胎的失胎 甚至其他的狀況 那如果車高有要降低呢 就會建議車友呢 要改楊角調整器 把它原來太 幅度太趴的那個狀況 再用楊角調整器 再把它校正回來 輪胎的壽命就會比較延長 就會比較正常一些 那這台車主還有改了 這個都是好朋友家的來臨片 然後這個來臨片 其實我自己用的也還不錯 這個是後面的雙片式的 那個加大碟 前面也有已經有改的那個加大碟 這台是Lancer Sportback Sportback沒有分享過 我們沒有分享過 既然那個IP主尼友的老闆 已經在線上 那我們當然還要就是特別介紹一下 我們家的主尼友 還有油風的部分 在主尼友的部分 我們所選用的主尼友呢 是義大利進口 一整口進口IP的主尼友 並不是其他任何的品牌 授權來臺灣在做混裝的動作 所以我們裡面所填上的主尼友呢 就是義大利IP的主尼友 IP的主尼友 有哪裡厲害的地方 IP的主尼友 它的使用廠商 在義大利有一個知名的重機品牌 叫Aprilia 它的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會用義大利IP的主尼友 所以我們不論是道路版的 或者是競技版的 全部一律都是使用IP的主尼友 裡面的油風也很重要 裡面的油風 我們所選用的油風 就是日本的NOK的油風 所以在壽命的乘坐感上面的話 都有都是非常非常不錯 當然啦 我們自己就製造廠商了 所以這樣的說詞 對車友來說 會比較沒有說服力 那可是公司 不論是北中南 我們都有提供了試乘的車輛 可以讓車友們做試乘的動作 像是這台車FORTIS 就會建議車友們到台中的武器車 武器車的張老闆 他自己工廠裡面就有一台FORTIS 也是安裝了KT的避震器 那裡面對這台FORTIS的車系 也非常非常精專 所以如果FORTIS的車友 需要做試乘的話 就可以在FB上面搜尋 武器車12345的武器車 找張老闆做試乘 那邊的話 也可以做安裝調教都可以 因為今天剛好有裝到這台車 那邊裝 武器車裝了FORTIS的數量跟經驗 都比我們工廠還要來的豐富很多 畢竟他是山林原廠的技師 然後也對這台車相當相當的精專 如果車友們有在 像是相關車系的粉絲團裡面呢 就可以知道張老闆 武器車的張老闆 對這台車非常非常熟悉 車友們也都很推崇到武器車那邊 做一些基本的保養 甚至是改裝 所以如果 山林的FORTIS 就可以建議車友們呢 可以到武器車 那這台車其實安裝也差不多快告一個段落 等一下把輪胎裝上去之後呢 就會做試乘做那個試車的動作 後面的廈子還沒有送回去 那前面等一下就會上開了 所以今天的那個直播呢 大概簡單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呢 有需要做試乘呢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跟我們小編詢問 我們KT粉絲團的小編詢問 然後如果要做試乘呢 這台車呢 我們就有實車可以讓車友做試乘呢 在武器車台中的武器車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也會在留言的部分呢 把武器車把它放在留言的部分 然後做一個連結 如果車友們對三菱的相關車系 有要做試乘 甚至是Outland的 那個武器車的張老闆都有辦法做安排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也可以從等一下留言當中的 武器車連結 等一下跟那個武器車的張老闆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晚上的話呢 先預告一下 晚一點的話呢 應該還會有一台CIVIC酒袋 它安裝的版本比較特殊 如果對直播有興趣的朋友們 再繼續收看 謝謝大家 掰掰 好囉 阿等一下你再反了